大家好 為各位介紹下面這樣商品 那我們看一下今天車型是FORCE 那為各位介紹呢 是一組DY的掛屏款式的避震器 那這個是針對於單槍避震的FORCE跟S-MAX專用的一個款式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DY在這一方面的避震器部分呢 其實它都賣得非常的便宜 那這個是他們老闆一向以來的這個 應該說是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子 他家的東西就是好用 然後呢 價格又不會很高 那非常的平易近人 但是呢 不管是DY還是THC 或是CVTSTAR 都是DY旗下的各個品牌 然後呢 都在比賽場 賽車場呢 爭戰 都絕對有一定相當的效果在 那我們看到這一組呢 是一組這個FORCE S-MAX專用的一個款式 那氣瓶是不可以調整的 那它總共有三種的這個款式 當然是 出階的是沒有掛屏 然後有掛屏跟掛屏可調 總共三種款式 那這一組呢 是屬於掛屏 然後阻尼是可以調整的一個部分 那阻尼調整呢 是調整於回彈的部分 然後氣瓶跟裡面是這個油壓 油氣分離的一個狀況 然後調整的是非常的清脆 然後呢 彈簧 這個是可以調整的一個部分 等一下我們影片來看一下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然後呢 像托盤 旋鈕 或者是像氣瓶的一個部分呢 顏色是可以做一個選擇 客製化的一個部分 都這個非常的平靜人 然後呢 當然只要是掛上BY 那它的東西呢 絕對有一定的性能在 絕對不是不好用 都非常具有這個比賽場啊 不管是從各個道路啊 所測試結果的之後 實際上回饋之後呢 給DY 那DY呢 再開始做桌手研發 然後再出來搭配車子 所以它的這個避震器呢 都有實際上一個非常棒的一個效果 造型呢 中規中矩 然後呢 不管是前叉避震器呢 還是後面目前我看到的一個款式 都非常的實用 以及好用 那我們看一下 剛剛說到喔 回彈是可調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另外一個是 這個 彈簧可以調整的一個部分 它上面有那個 類似像托盤的一個部分 下托盤 上托盤 上托盤 上托盤是有兩個可以去部鎖 然後呢 是可以做一個調整的 你可以調整這個彈簧的壓力 向下之後 它就會變硬 然後 呃 向上到底就會比較軟一點點 當然 呃 硬軟部分在初始的時候 客製化的情況之下 之後可以做一個初始的一個設定 那 事後呢 當然你可以藉由彈簧以及旋鈕的一個調整 來調整你自己的喜好 那一般來說 初始設定就會設定在你自己所 呃 訂做時候的一個體重的一個部分 那 簽屏的話 當然也是高壓屏 然後 我們看一下這個是金屬油管的一個部分 它不是用一般的這個 呃 油管 我們看一下 它外面還是覆蓋的一層這個 呃 保護這個編織層的這個油管 然後是用壓合的一個方式 哦 然後 D-Y 呃 在這個部分 呃 S-MAX 跟 FORCE 實際上測試呢 都非常的Q彈 那 都可以個字化 喜歡的話 我們可以嘗嘗看看 我都要賣的張國堅經兵 多有一個選購 謝謝大家